我成 注意看 嚣张的非洲老黑 祸害我们中国姑娘还不算完 将当众强威我们中国小伙 被现场的工作人员拉开之后 将又一次冲了上来 直接跳到了小伙的身上 老树盆根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我们中国闹事了 我们看他没有任何理由 便推散我们中国选手 我们中国选手没有任何畏惧 霸气回怼 但是没有想到这非洲老黑啊 依旧是不依不饶 不仅对着中国小伙踢了一脚 还当面做出了抹脖子的动作 耀武扬威 嚣张挑衅 看着他呀 是来我们中国 吃了几天饱饭 不知道自己 姓慎赢谁了 即便是在死神方便的面前 他依旧不肯收敛 不仅顶头挑衅中国小伙王顺利 还像一条狗一样 吐出舌头 嚣张挑衅 而且他不仅赛前嚣张 赛后还是一个好色之徒 在打赢比赛之后 还送给现场的颁奖小姐鲜花 当中表来 问人家有微信号码 今天这个非洲老黑 三分五四的 在我们中国擂台撒野 来自山东的小伙子 年仅18岁的许志伟 跳上了一台 无论如何 都要给这个非洲老黑 一点颜色 瞧一瞧 许志伟非常的年轻 今年才18岁 杀战继11战 九胜两副 他是我们中国三大王 刘海龙的得意门生 我们注意看 刘海龙今天啊 也是亲自来到现场 特意啊 为他的爱妇前来助阵 这边双方的比赛 马上开始了 就看一下许志伟这个小伙呀 这一场比赛 如何效应这个老黑 好年龄 身高基本 相当 Avrian他压拍平衡的 但是 对 不方许志伟 控的距离 控来的 是 三打 三打出身 打得很灵魂 很漂亮 其实观众朋友们 大部分的非洲黑人选手啊 来我们中国参赛都是非常的低调啊 非常的轻虚 因为他们知道啊 来中国大比赛相当不容易 来这的话能吃饱春暖 而且还能挣很多的钱啊 又回家里边啊 买头牛了 买个兔拉机了 来改善生活 但这个母八配 这个家伙可就不是了啊 别人呢 可能是吃完饭啊 放下碗再骂娘 而这个家伙 端着饭碗 吃着正香的 还骂着他的亲娘亲爹 我们可是他的义士父母 但这个家伙不仅不知道感恩啊 还非常的嚣张 我强烈建议给这个家伙 赶紧给他吹住回去 后背拳后 后脚 南方小鸭 压不进来目前 对 我放一个控制他的锯 漂亮 很好的洗 洗也发的好 还有 这里拳 所有的联系非常好 但是 南方够硬啊 没有硬 看能不能 他其实我觉得认为 技巧上 他其实很难 但是心理上 可能有机会 看能不能把 弘方打累了 我们看比赛刚一开始 这个母八配呢 可谓是来势汹汹 压得非常的死 但是我仔细看的话 他只是光压制 但是不出拳啊 这不就是典型的纸老虎吗 看着是挺凶的 但实际上 没有什么杀伤力 而许志伟这个小伙呢 也不着急 慢悠悠的打起了 这个游走战术 离对方远一点 主要是怕对方啊 这个漆黑的大嘴唇子 亲到我们的脸上 一方面是埋态 在一方面啊 也是害怕对方有传染病啊 这个动作更丰富一点 进攻方法也很多 嗯 但是每次都有效果 你先塞进去 我自己塞的 哎呦很好的心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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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第二局 好观众朋友们 这边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您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呢 反正我觉得徐志伟这个小伙啊 真的是非常的稳 小伙满腔怒火 但却能够压制怒火 打起游击战术 他的执行能力啊 还是比较强的 哎 现场的举牌美女赶紧的 赶紧走出了一台吧 离这个母八配远一点 上场比赛 有一个举牌美女啊 被这个母八配表白了 人家不干 人家不给他微信号码 不给他手机号 他就缠着人家啊 非常的恶心 哎 这边废话少说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抽拳是用祝贺拳 不能单独打的 单独根本找不到 节奏很 节奏感慢 哎呦 第二回合刚一开局 这个母八配呢 变来势汹汹 很明显 他只想要KO掉我 但是他有点意想天开了 他也不看看许志伟 他是谁的弟子 如果说许志伟这个小伙啊 没点什么天分 刘海龙怎么可能会收他为徒 还亲自为他助阵呢 好 现在局势上是缓和下来了 哎 拼圈完全不怂 你打 那我就还给你 毕竟我们在身高上 还是有优势的啊 小伙子依旧是稳度十足 21岁的年纪 打出了31岁的陈文 相当不容易了啊 年少老成 我也感觉 刚才被挺了以后 他也有点生气了 就感觉 忠了我也忠明 着急了 漂亮 其实红帽现在就 拳的输出多一些 避免 腿可以少一些 因为打拳效果非常好 这个会合还有升起来40秒钟 他抗净打也不不不不长 哎呀两个人都很都很抗打 对 因为我们这就听着趴发打到声音 特别那个膝盖登腿 呃 腿反用 我们看第二回合比赛还没有结束 这个非洲的老黑母发配啊 他好像没劲了 什么情况 按照道理来讲 他来自于非洲 从小就干农活 这个应该浑身有劲才对啊 难道说来我们中国 他被身子骨掏空了 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家伙据说私底下啊 他的生活非常混乱啊 纵欲过度 好 你看 双腿发软 徐之北这个小伙推法也相当不错的啊 因为刘海龙呢 他的推法就很厉害 弟子推法也弱不了 好 这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看一下许志伟的师傅啊 刘海龙在中场休息一段 会不会为他呀 改变第三个回合的战术 也希望许志伟在第三个回合 给我狠狠地打 最好是KO掉对手 第二回合 我们许志伟对 Adrien 安庆娅呀 第三局 两人的战术是如何调整的 绝对得了分 打了多一点 自己收了 所以这个时候红环拳法也多输出一些 这一拳打 这个组合牵钩 牵钩做得很好 牵钩 后子 好打得漂亮 果然许志伟这个小伙子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这位年纪轻轻啊 还不到20岁的小伙子啊 他不仅有勇气 而且还有实力 好 许志伟抓住机会 趁着对方现在还没有完就回复过来 我们趁他病 没错 趁他病 绕他命 哎 我以为裁判结束比赛了呢 是原来说是 地板上有水 哎 这个黑色的毛巾是谁扔出来的 如果说是对方团队扔出来的话 那可就是认输的意思了 好 刚刚可能伸道出了一出乌龙戏 但是没关系啊 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别着急 哦 很好看 好看 好 两个人相互换拳很激烈啊 对啊 他完全不往后退的 嗯 两个人相互换拳 对 他不服 现在 许志伟把他KO 押 龙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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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一个组合 哇 又有一个组合 又有 哇 打好多次 哇 互相平 又来了 好精彩 好 观众朋友们 比赛最后时间的这波拼拳 许志伟打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虽然说很可惜没有产生KO 但是呢 我觉得他的表现今天也足够征服现场的观众 也是狠狠地给对方啊上了一课 好 最终一致判定 让我们恭喜许志伟拿下了胜利啊 也给对方啊 真是狠狠教训了 也希望对方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还想在我们中国混的话 那就给我低调点